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今天下午在新竹縣立游泳池 進行公開男生1500公尺 自由式快足即時決賽 台北市立大學洪本漢打破同派莫咒 以15分52秒32收獲全大運第一金 其實我覺得蠻像在做夢的 其實有到一半的時候想說 其實離學長真的蠻近的 那機會來了不要放掉 一開始我想說照自己的配數以後 不要特別去關注學長或者是看著另外一道 因為我怕會讓自己好養太多 打亂自己的腳步 所以當下是蠻專注在自己的配數上的 東華大學大宜新秀黃國倫 首次參與全大運 就以15分52秒97拿下銅牌 繼全運會以來二度與哥哥黃國廷競爭 這次參加全大運第一次跟哥哥有 應該說不是第一次跟哥哥有 我們上次的全運會就已經有過一次 但是這次是以不同的心態去面對這個挑戰 就是想說突破自己 就是沒有到受到哥哥的感染這樣子 這次全大運東華大學黃國廷已恢復為目標 雖然未能延續連續五屆奪金的紀錄 但黃國廷認為也算有達成他在這階段的理想 其實我們在游的時候心裡的想法應該都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想贏 對所以最後才會衝起來 以去年的成績比起來 因為兩年游起來的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在去年的十月份我加入了國訓中心 我在國訓中心裡面訓練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面臨到不一樣的挑戰 就是要去適應場地適應不同的教練 對所以成績有落差我覺得是其實算蠻正常的 SSU特派員高沛與新竹採訪報導